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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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想大家可能會有許多問題 我其實要是沒有聽兩位這樣介紹 我真的這個領域 因為我做物理的 這個真的是隔得比較遠一點 可是真的聽起來很有趣 就是你就等於很快地介紹了一下 台灣這個等於說生物界 動物界 就兩位的介紹 等於說主譜 好像很像主譜一樣的 讓我們了解說台灣這一方面的傳承 就剛剛我聽你們兩位講 其實大家做研究 真的還是在意這個credit的問題 其實所有的學科都是如此 那在生物學科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命名權 就是命名 天文 你發現了一個什麼會心 這個是誰的命名權 而且我也注意到 你的命名其實你是命別人的名字 你大概命自己的名字別人不承認的 對 所以你必須要貢獻大到 就人家認可 人家 對不對 所以這個女士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也是要有好朋友跟好徒弟 當然 所以史文豪也都是別人 對不對 紀念他 紀念他 對不對 來 好 這邊有問題 教授你好 我是施雪齊 我已經年生高中 師同學是自學學生 所以是我們這種台大我們case辦的這個很多演講 我們就是他的教士 OK 我們這些演講就是他上課 好 師同學請問 我想請問杜教授 您之前提到說 壁虎是用奈米等級的力量去把自己撐住嗎 對 那我想請問他要把手從牆壁上拿起來的時候 那他要怎樣拉 他的吸力這麼大 對不對 拿不起來怎麼辦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當這個吸力 或者是說這個壓力很大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塑膠膜在上面 你如果從中間要拉起來是很困難的 但你如果從旁邊玻璃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他只要旁邊一點點玻璃就起來了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可是那不是那個壓力的那個才是這樣 對 但是他就是 譬如說 你前部同時要拉開是很困難的 對不對 你先從一點點這樣 就上來了 所以他在拉開的時候 他可能有一個小動作 這樣子 好 謝謝 所以這個真的是 由生物現象引起的這個物理問題 對 法學生跟壁虎是有關係的 而且我想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看到Tom Cruise 是不是 Tom Cruise那個是什麼片子 這個Mission Impossible 第幾集有沒有 他在那個杜拜那個高台有沒有 我不曉得那個是不是有受到 那個真的是這個壁虎的這個 你說已經就蜘蛛人 這個其實是有應用嘛 那我講那個是電影 但不曉得是不是真的也有受到這個啟發了 這個 有可能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Tom Cruise 我沒有 沒有看 那一部我沒看 沒有的話我先談一下剛才我沒講的 就是那個海蛇這件事情 潛水看海蛇 我去年我已經退休兩年了 那為什麼提早退休 就是因為我已經發現有賺大錢的事情 但是還沒賺到大錢 但是去年我就是為了去推潛水看海蛇 那我辦了一年結果虧本嘛 那我為什麼會去積極辦那個呢 因為全世界的海蛇大家都認為很危險很毒 但是藍椅的海蛇四種剛好都是很安全的 所以我一直想要推讓藍椅變成說 以後全世界想到潛水看海蛇就想到藍椅 就好像現在全世界想到以水母共有就想到柏柳一樣 而且藍椅又有很獨特的文化 所以藍椅其實是很有條件成為國際觀光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它有文化 它有很獨特的生態 可是我們台灣很可惜 我們台灣的觀光 生態觀光都走低價競爭 剝削環境 你看綠島是這樣在玩 肯丁是這樣在玩 都沒有任何人的管制 然後都是盡量把價格壓低 讓越多人進來 可是沒有任何一毛錢回到環境上面 那這樣玩下去大概十年不到 環境就被糟蹋完了 那糟蹋完了以後 再便宜也沒有人要來 所以我們台灣很危險 常常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我很想再藍椅推一個比較中高價位的 這種特殊的生態理由 而且我們希望有一些利潤是回到環境 去幫忙維護那個環境 才有辦法永續經營那個環境 很可惜就是這個東西本身它就是比較冷門 一個海蛇 一個中高價位 所以去年我玩不到一年我就已經虧損了 那因為我現在還不夠有錢 所以我只好暫時收起來 所以我現在先衝有錢這件事情 如果有錢了以後我會回頭再來玩這個事情 那我希望走出一個不一樣的模式 讓政府看到說小島的理由必須用管制人口 有品質 有價位的這種理由 我不是像現在這樣都沒有管制人 然後隨便再亂採這些珊瑚礁 那這是我的夢想之一 所以我提早退休跟想要完成一些夢想有一些關聯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事情 因為我在介紹你的時候我提到說 你有在這個TED的演講 就是解釋跟大家介紹蛇 那因為蛇我想多半人當然就是知道說 有毒沒毒 這個差異非常大 那以比例來講 因為你有提到說你翻了五千顆石頭會找到 一隻 對 可是那個是 我提到說這個不是有毒沒毒的 如果說是以毒性來講的話 以比例來講在台灣能夠在外 就是自然環境找到的蛇 這個毒蛇多嗎 多少 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少 大概就是十分之一 真正危險的 那很多毒蛇雖然是毒蛇 可是你其實咬到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譬如說海蛇好了 海蛇它是單位毒性很強 但是它的出毒量可能很小 像蘭蚁的這些就是這樣 再加上它的攻擊性又很弱 毒蛇又很短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case是真的被咬 那咬了以後其實沒事 就像蚊子釘一樣而已 所以我才會試著要在蘭蚁發展這種潛水看海蛇 就是 因為澳洲它的海蛇種類很多 東南亞的海蛇種類也很多 那有的很危險 有的不危險 所以你在那邊玩這種遊戲就太危險 那剛好台灣有這樣的條件 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打得過澳洲跟東南亞 如果全世界到處都可以玩潛水看海蛇 我們台灣沒有機會 但是只有台灣可以這樣玩 那台灣就有機會超過澳洲 像這種生態的 很需要由你這樣的專家來 來怎麼講 這個是一種創新嘛 對不對 對 不過我也試著 因為我已經退休 試著去申請政府的創新旅遊這些 都申請不到錢 你一輩子研究蛇 那你也應該有被蛇咬到的經驗 對不對 會不會已經是百毒不侵了呢 還好 你看我就很不像百毒不侵的樣子 這個 因為我對蛇就是說 如果是毒蛇我一定很小心 那很小心你就不會被咬 那我的學生幾乎都被咬 因為他們就是慢慢就開始大意 覺得沒有關係就會被咬 那沒有毒的蛇我就很大意 所以沒有毒的蛇我被咬過很多 但是那就沒有關係 就是只是 你把牙齒拔乾淨就好了 不然牙齒會黏在上面 那只要拔乾淨清一清就沒事了 那唯一被有一隻橘子式龜虎 是在檢查牠的時候 不小心勾到牠的毒牙 但是牠已經是死掉的毒蛇 所以其實那個毒液也沒有真的進去 所以只有稍微腫一點點 然後就好了 我一被毒蛇咬過就那一次而已 所以你從來沒有碰過需要這個 打血清 不用 我從來沒有碰過 因為我在處理毒蛇的時候 都會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你只要非常小心你就不會被咬 那你開始大意你就會被咬 但是人跟蛇最主要就是說過度恐懼 所以我另外一個小夢想就是 我現在已經在台東買一塊地 那我希望以後在那邊弄一個蛇咖啡館 就是讓人家進來喝喝咖啡 喝有機的飲料 然後可以摸到蛇這樣子 蛇到處都是 那我的保育的目的就達到了 那同樣這可能又是虧本的生意 所以我一定要變得很有錢才可以 不過如果從演化的角度 我們對不對 我們這個 我們哺乳類 就是說天生怕蛇 這個是 對不對 這個是在 你知道 這是 誇張 這是在基因裡頭的 所以其實是很難很難改變 不會 因為它其實是一部分基因 但是另外更大一部分是後天 現在已經知道了 就是說 如果沒有後天的部分 你其實是不會怕蛇 譬如說小猴子從小被人養大 他就不會怕蛇 或者我們的小孩 你不去嚇他 他也不會怕蛇 但是因為他多少都會被嚇 所以長大以後就很怕蛇 但是很怕你還是可以透過後天的方式 慢慢地改變他的怕的程度 譬如說 最怕的是連蛇都 沒有蛇他都害怕的一個媽媽 所以他不敢帶小孩到公園裡面去玩 但是呢 你只要適當地慢慢引導他 最後這個媽媽敢把活的蛇掛在脖子上 當然他就敢帶小孩到公園裡面去玩 所以你只要方法適當慢慢來 我們就可以調整對蛇的那個恐懼 那就是我想做的 就是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到說 蛇沒有那麼可怕 你不要看到他就想要打死他 那蛇在生態界有他自然的地位 他會幫忙幫我們吃掉很多的老鼠 那老鼠會帶汗他病毒 而且這汗他病毒有個潛伏期 所以你如果周遭有老鼠很少的話 就是靠這些蛇的話 其實你的風險變得很小 那你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把蛇打死 老鼠靠老鼠藥 可是老鼠藥很快就 老鼠一下就大量繁殖過來 然後呢 你得到汗他病毒你還不知道 等到你發作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花蓮就曾經有兩個案例就這樣就走了 因為他潛伏期你不曉得 所以那種看不到的危險更危險 那蛇是看得到的危險 他只要沒有咬到你就沒事了 而且很多不是毒蛇 他根本一開始就沒有事 他可以跟你和平共存都沒有關係 那個陳老師你講到說我們這個台灣淡水魚 是兩百多種吧 對 對不對 那關於這個物種滅絕的這個問題 這個情況在淡水魚來講的話 是怎麼一種情況 其實我今天都講熱關麵沒有講悲關麵 因為其實我們的確還有很多淡水 真的在台灣消失了 那今天後面的保育的東西我沒有講 譬如剛剛有提到像大林梅士餅 這個東西就是台灣命名過三次 那他最早一次在宜蘭命名 那第二次在嘉義命名 第三次大島正滿在1920年 就在屏東淋落命名 那從1920以後到現在一百年都找不到 那這個後來在哪裡 在金門找到了 那金門找到了之後 我們很努力的去中國大陸找 結果中國大陸也找不到 金門的族群很可能變成 這條魚最後什麼 最後的地方了 那我後面沒有講的是 因為我們後來被國家賦予說 你這麼了解資源你就要什麼 想辦法把這個留下來 那很奇怪時間機緣到的時候 我們學校突然接受到校長的指令 要去接收新北的一個 一個養殖區的一個使用權 那我們就在那邊做了一個賦育中心 那個賦育中心是以校級的等級在支持 所以很奇怪當中央下指令的時候 學校突然多了一個場域 所以我在英文聚會 我是看魚不養魚的人 逼著我要養魚 他就變成是一個 就像他想要賦育舌類一樣 他時間到機緣到 就那個場域就出來了 那個場域出來之後 國家看了就流口水 因為不用蓋房子就可以做賦育 新北就給我們一個中心 一種種的防射 除了我們學校的海龜 我們魚就進駐了 就在那個機緣之下 我們去年就成功了 把這個台灣已經滅絕的魚在那邊 已經成功繁殖三次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要看的話也可以 因為全台灣只有那裡看得到 因為它從1920年大島正滿 最後一次在屏東凌落看到之後 只存在各大標本館 那金門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為什麼 為什麼奇怪 我們台灣滅絕的水踏 它那邊在街上被車撞死 那代表說 它的水踏還可以跑到馬路上來 我有沒有看過水踏 我真的有看過 那各位要去金門看水踏 也很容易 為什麼 你都知道水踏經過哪裡 那些排水的寒凍 為什麼 因為它經過的地方會有一些排儀糞便 你就可以知道它有在哪裡吃東西活動 那那條魚 金門不是特地要做寶玉 金門就是一草一木 因為戰地政務沒有去動它 對不對 大砲坦克車要什麼 要躲起來嘛 所以那個樹木什麼 金門到現在連蟒蛇都有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地方 反而把台灣所有低海拔破壞的東西 全部在金門 卻留下來了 那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寶玉 還要跟金門借這個總園 那我在中國大陸跑了那麼多 這條魚在中國大陸理論上九龍江有的 我一條都沒找到 理論上廈門可能有 廈門也找不到 所以金門可能是這條魚最後的地方 可是我認為寶玉做得最好的是在自然生態系裡面 絕對不是在我們的急救站 對不對 可是這是因為他會進來掛急診 要裝葉克膜了 我們就得救他 對不對 因為 我們再不救他的話 地球上沒有人去考慮這個問題 有些東西我們專家知道了 然後其實有時候會有無力感 現在我們不能有無力感 現在要自己去創造這個機會 讓這個物種留下來 那時間機緣巧合都到了 那我們就去順水推舟救了這個物種 那國家越來越貪心 他就說你陳義雄那個物種可不可以再繼續救 我空間很有限啊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啊 但下一個機緣又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校長推薦我去海科館幫忙 所以我如果真的被教育部借掉過去的話 我的場域又出來了 因為又有一個場域可以什麼 除了做展示之外還偷偷的做保育 那當然是光明正大的做 但是就是說 就是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場域再去什麼 再去用公家的資源把它做對的事情 可以把它再從我們知道的這家急救站什麼 再擴大經營 再去救救台灣值得救的東西 我本來沒有聽你這樣解釋 我本來就想要問說 金門造假比台灣開發的更糟 所以怎麼一般來講對不對 就是人類歷史更久怎麼可能 原來是占地的關係 占地 那還有一點就是 大炮坦克車再怎麼炸 人家沒有用農藥 人家沒有工廠 台灣有的是這兩個東西 所以台灣光農藥光我們的污染 我們的魚就死光了對不對 我們不能怪環保署為什麼 因為我們 我們環保署的列的標準 有沒有叫魚放進去問它通不通過 對不對 所以你說環保署的標準真的有用嗎 其實沒有用 你把河水撈起來 把一隻西哥放進去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不要放櫻花工 我們會這麼嬌貴的 對不對 溪裡面的一隻小西哥放進去會不會活 這個就是一個最簡單的檢驗標準 對不對 我們只考慮到那個數據 數據是沒有用的 考慮到PH值那也沒有用 要回到動物本身的需求 生態才會有救 就順著你講的這個保育的話題 我們之前沙龍有一個講者 李家維教授 因為他在屏東設立這個種子的 這個保存的中心 動物我們可以想像 那應該是更困難的 更困難 那而且我相信有一些動物 就是說離開它那個天然的棲息環境 你可能沒有辦法 這恐怕是常態還是例外 就是你能夠在急救站能夠起碼很勉強的 把它這個一線生機保存下來 這個容易 這個是怎麼樣 就做到的機率是多大 這要看物種 譬如說你櫻花高 高永歸在高山裡 就不要帶下山 對不對 你帶下山你拿去墾丁會不會活 絕對不會活嘛 它馬上變魚竿嘛 對不對 馬上放下去35度C馬上就熟了嘛 對不對 可是你就要了解它的棲地的特性 給它那個環境 對不對 好 那你櫻花高永歸下山要富裕 你要裝冷卻機啊 對不對 你的水溫要壓到15度C啊 要不然你在這間房間可不可以養 你要壓到15度啊 那你要多耗能去做保育 不是不能做 你這邊可不可以養北極熊 可以啊 你溫度降嘛 你人住不進來嘛 對不對 就是說你人類的科技條件是可以 成本問題啊 你要富裕北極熊 這裡也可以富裕北極熊啊 對不對 北極熊這裡也可以結冰啊 成本多高 很高啊 所以這就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條件是可以的 但是規模是怎麼樣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急救回去之後 是希望它回去 不是繼續留在這裡 我們給它葉克膜 讓它心臟會跳了 就是要回去啊 為什麼 我們救得了一隻 救了兩隻 我們是希望它整個族群被保留下來 你救一兩隻其實不太有用 對 沒有錯 就是這也是我接下來的問題 對 我起碼這個National Geographic會看 所以我知道我們很喜歡看這種 非洲這個Cheetah 這個叫做什麼 獵豹 對 因為我所得到的 從看這些電影 影片所得到的這個 姑且講嘗試吧 是說因為數量已經少到說 臨界出去 其實是沒有辦法了 已經 你現在能看 可是你再過幾百年 可能就真的 這是沒辦法保存下來 因為它數目太少 它的整個那個 Defact 是等於說 就 就防不了 所以你剛剛講說 在金門所看見的 這一個特別的這一個 是不是亞總還是什麼 那能夠保存下來嗎 我就說 500年後 能夠 對 對 因為我有先前的評估 第一個它的水質條件要求不高 第二個耐溫範圍很廣 金門冷可以冷到十幾度 熱可以熱到30 所以這個flexibility很大 我做到的變因是什麼 它其實 它的金門幾乎消失 出的問題是水的問題 還有外來種的問題 那金門水的問題多嚴重 很嚴重 它最慘的時候 整條河乾掉 為什麼乾掉 因為金門本來降雨就少 但是 不是因為水乾掉 是農民全部把它抽乾去 金門最有名是什麼 高粱酒 對不對 所以遍地種高粱 那政府有個措施叫做保駕收購 就是你怎麼種我都買 所以就把河水通通抽乾 抽乾到 整個水都乾掉 然後最後 那個魚差點沒救到 為什麼 因為整個河都乾掉了 那 有危機就有轉機 河乾掉的時候 這個世界給我們一線希望 要感謝那個農民 為什麼 他們挖了三個深坑 所以魚躲到防空洞裡面去 這樣各位懂嗎 要不然河川乾掉是一滴水都沒有 如果河是這樣對不對 他們挖了三個坑 挖了三個這個坑 反而是最後救了這批魚的 最後的一線生機 為什麼 假如河川乾掉的話 最後水還沒乾掉 以前白露絲把所有魚都吃完了 那個水夠深 白露絲腳踏不進去 最後這裡面 在1912年的冬天的那次水乾掉的時候 我們衝進去搶救 救了大概160尾 1912年 你是不是講說19 2012 2012年對不對 2012年大概我們去搶救了 總共搶救了160尾左右 那很快的到2014年 因為為什麼叫危機是轉機 它水乾掉的時候 最後那三個小窟窿裡面 我們把吳郭魚都移除了 全台灣沒有一條河川 吳郭魚有移除過 唯一發生在金門的那個河段 是河不是池塘 那因為水乾掉 乾掉 連吳郭魚都被困在那個三個小沙坑裡面 我們把我們的總魚救出來之後 吳郭魚移除了 我後面數據沒講 2014年在原產地4000多尾 那4000多尾怎麼來的 是那160尾深的 兩年 那 因為我對這條魚有信心 那國家不知道我們保育怎麼這麼有成效 第一個把壞蛋拿掉 對不對 第二個水回去 我們從台灣所有的水利資源開發 你絕對沒有聽過一個叫做生態灌溉用水 有沒有人聽過 沒有 陳英雄創的 為什麼 我叫市政府你給我想辦法把水生出來 我後面本來有投影片 我跟當地人吵架 吵架到後來我最後 我們研究出來 在他的金門的還是很聰明 因為戰地政務 他在河在出海之前 做了一個大的制洪池 做戰地儲備用水 我說太棒了 在河川旁邊有制洪池 大概有4米深 存淡水 我說現政府你要想辦法把制洪池的水 一流下來制洪池 打回來在元氣地裡面 他們聽進去了 我們就創造了這個生態用水 在枯水期的時候 要把水從制洪池抽出來灌溉河川 從來沒有人做過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的生態金門人做的第一件 河川灌溉是為了救魚的 我們河川尖蓋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農民用水對不對 那這個水已經流到下面 再被打回來 那個飲水工程大概花了一公里的距離 那我訓練他們去把這個東西架起來 他說沒有花多少錢一個月可能花個幾千塊 一萬塊 然後我說一個市政府 金門縣政府一年就算花十二萬去救一條 值不值得 所以這個生態灌溉用水 全中華民國從來沒有人做 我們做大了 那我做了一件更壞的事情 就是 這邊講出來可能在金門被打 就是說我出來做壞人 我擋掉了一個九千萬的工程 因為那個九千萬的工程即將在那個 最後一公里的漆地搞建設 搞建設就是水泥把護岸換成三面光 你說這個地方有救嗎 我去炒了之後 他們他們終於什麼 終於罷守了 那就是把那個地方擋下來 擋下來之後 他們把錢繳中央不執行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其實那條魚才救的 其實那個九千萬砸下去 連最後的一百六十尾的漆地也不見了 所以我們拼命的搞建設 其實跟生態衝突的面 要有壞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那我不知道我哪一天到金門去 會不會活著回來對不對 不知道 可能布袋被蓋的頭就丟到海裡去了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該做的事我要做 因為我知道要怎麼去救他 我要去講真話 那所以借力實力 我們真的去救這條魚 然後這條魚的後輩子孫也進到了台灣 那現在台灣也更積極地去注意到這件事了 現在林務局他們打算要在台灣建立第一批族群 就是在絕種一百年的魚在台灣族群把它建立起來 對 不過我剛剛看到因為你時間不夠的關係 你這個投影片裡頭很多資料沒有講 包括你這個DNA的這個 sequence也都有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問 平常我們判定說兩種對不對 兩個物種就看說他們能不能交配對不對 可是這個跟DNA的相似性的關係是什麼 有沒有就是說DNA其實是很相似 可是他們還是不能交配而被認為是兩種物種 對 或者是怎麼樣 你的問題非常好非常清楚 就是說事實上有沒有絕對的標準 我說光魚就找不到絕對的標準 你可能兩種沙丁魚長得像的不得了 可是DNA十萬八千里都不一樣 你可能這兩個魚長得非常的 就是說它有差異 但是DNA非常像 像到不行 像台灣有這些很複雜的蝦虎 它在立腺體那一段演化最快速的基因 你兩個物種是可以分得出來的 但是基因的相似度可能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五 那海裡面有兩隻沙丁魚 你看了你都分不出來對不對 可是基因的相似度可能只有百分之八十 我肉眼都認不出來 可是基因做出來這兩個基因對不起來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取決於演化時間 沙丁魚是古老類群 這兩條沙丁魚顏色都差不多 幾條差兩根或者零片差三片 可是它很早就分出來 所以它雖然這麼一點點的型態特徵的差別 基因可以差十萬八千里 那蝦虎是很晚期才分出來的 所以它跟時間有關係 演化的時間有關係 所以你雖然界定它是不同物種對不對 可是形態都看得出來 可是DNA還像到不行 在魚類就沒有絕對的齒標 所以我們在蝦虎如形木的物種之間的 切的這個相似度也好 就是多少的相似度是一個物種 在每個類群就沒有絕對的標準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它其實是回推到跟演化時間做直接的相關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你講說 我們就做個實驗嘛 看它能不能對不對 能不能配 能不能交配嘛 可是這個似乎不是容易 對不對 不見得容易 就不是這個是唯一 就每次難道都是要這樣子來判定嗎 恐怕 恐怕 沒有啦 這是說因為這個只是半開玩笑的說法 就是說你事實上 我們還是回到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 生物種的概念 是好的種它騙不了你 你住在一起也不會雜交 那就好像它青蛙一樣 外行人看青蛙每隻長的都一樣 對不對 台北樹蛙翡翠樹蛙那條線而已 大小不一樣叫聲不一樣 可是你白天看到樹蛙它不叫很難分 對不對 那莫士樹蛙肚子黑黑不給你看 你還不是它莫士樹蛙 對不對 肚子幾個黑圈圈 對不對 那魚也是一樣 我們如果外行人去看它的時候 怎麼看怎麼像 你沒找到key character你看不出來 但是很多東西你做生態也好 做分類也好 其實殊途同歸 因為跳到水裡面一看 他們住的地方都不一樣 你不要看水這麼大 一條小溪的水潭 水沖下來有最急的那個潭頭 潭頭沖下來還有比較緩流的潭中的區域 還有潭尾 就這麼簡單嗎 沒有 潭水會回的 還有邊緣水會回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你在溪流裡面被水沖不要緊張 往旁邊走就好了 不要緊張 因為水會有補償流的 它水這麼大沖下來最強的是表面流 然後就水整個它會包回來 它沿岸水會往回去流 所以溪裡面危不危險 是很危險 但是你要 最重要是要冷靜 最重要是冷靜 對 那杜老師 那這個 剛才講到是這個 淡水魚 那這個在兩棲爬蟲類 這個就是這個物種滅絕的問題 在台灣的情形是怎麼樣 不只在台灣 在全世界更大 因為尤其是兩棲類的媚絕 已經是受到全世界的注意 最重要是他們是兩邊環境 所以任何一邊的環境出問題 它都出問題 所以兩棲類還包括暖化的問題 所以兩棲類在全球媚絕的速度 是其他物種的好幾倍 那台灣的保育 剛才講到那個殺蟲劑的東西 我本來想要插嘴講 就是我曾經在桃園那邊 因為環境影響評估 我去幫忙做那個物種的調查 那我很意外就是說 晚上到一片稻田的時候 我本來一起就是 你要聽到很多青蛙的叫聲 蟲的聲音 結果很安靜 完全沒有 那我就往前走 整個稻田到底是塑膠的 還是真的是稻田 結果走到最後 那個田梗是水泥的 然後排水溝都是三面水泥的 所以我們就是到處水泥化 那我稻田一看 真的是所有東西都沒有了 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福壽樓 所以突然之間那個 寂靜的春天那本書 跑到我的腦海裡面 好像我們台灣已經在上演 這樣的一個事情 就是桃園的那個水田裡面 沒有任何的蟲鳴鳥叫 然後晚上就是超級安靜 就剩下福壽樓 所以我們不斷地用這個農藥 用這些 我在想說我們 所以我現在只敢吃花東的米 前一陣子 對不是有一部電影嗎 就是老鷹有沒有 對想飛 那其實也是農藥的問題 對 其實農藥這些都是大問題 所以 對 那這個 我們台灣就是說 像英國他們 就是一定會保留一塊荒地 那這個就是 你用殺蟲劑的概念 因為通常所謂的害蟲 它的數量一定是最多 食物金字塔的關係 那益蟲一定是數量比較少 那你用殺蟲劑下去以後 最後可能就是好幾次以後 上面的益蟲已經被完全消滅了 下面的害蟲還有嘛 它就會再突變嘛 所以你的劑量要再加重嘛 加重以後呢 它還是會有突變的 就是越來越重嘛 所以 這樣玩幾次以後 最後就是剩下害蟲跟人存活下來 其他都死掉了 所以 所以為什麼它一定要保留一塊荒地 讓這些益蟲可以起來 那我現在在台東也是用自然農法 也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用雜種 然後各式各樣的作物都有 雜草 或者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那這樣的話 就是說它一定會有害蟲 可是它的病蟲還變成不會嚴重 因為其他的馬上會壓抑 那你就真的就完全不需要這些 所謂的殺蟲劑這些 但是它的產量會有 會受到一些限制沒有錯 但是至少它是長眼的 好 有人提醒我觀眾有問題 好 那一位先好不好 好 高主任然後兩位教授你們好 我是兩位孩子的媽媽 那想請問那個杜教授 就是我們也帶孩子去過蘭嶼 他覺得蘭嶼很棒 那就是為什麼 剛剛杜教授說 為什麼蘭嶼那邊的海蛇是沒有毒的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那需不需要潛到很深的地方 才可以去看到這個海蛇 那像我們也有時候也是帶孩子去那個東北角那邊 那東北角那邊有海蛇嗎 那那邊的海蛇是不是有毒 OK三個問題 一個為什麼他們沒有毒 其實這個是剛好 因為海蛇有兩大群 那有一群是真海蛇 那蘭嶼那一群不是假海蛇 它也是海蛇 但是它就是進到海裡面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這一群海蛇還會上岸來生蛋 那真海蛇已經不會上岸來生蛋 那通常比較危險的就是真海蛇這一群 那這一群 擴為海蛇這一群呢 它是比較晚才進到海洋裡面 那它的毒性也是強 但是它的剛好就是他們是比較溫馴的一群 就這一群的攻擊性都很弱 那再加上它的出毒量 放出來的毒液量又很少 所以就剛好安全 那裡面蘭嶼有一種真海蛇 泛島式海蛇 偏偏剛好這一種呢 它又是很特化的海 它是吃魚的暖 所以它的整個毒液退化了 毒狼也退化了 所以就剛剛好就是說 蘭嶼剛好這些海蛇都是安全的 那其實這一群海蛇不只在蘭嶼安全 在其他的地方也安全 譬如說在菲律賓也有這一群海蛇 在澳洲也有這一群海蛇 只不過說因為澳洲 東南亞它是海蛇的花園地 所以它們的種類非常多 尤其是真海蛇 所以它那邊就是說 危險的安全的你就混在一起 那我們這邊呢 危險的剛好在台灣海峽這一邊 那是比較泥沙地的這種環境 那蘭嶼那邊是比較礁石的 那礁石的就是 庫尾海蛇這一群 會比較喜歡在那邊 所以是因為陰眼際會 剛好那邊就是安全的 那海蛇的深度的問題 它通常在很淺的地方 不會再太深 大概在十來公尺左右 或者是其實你在淺淺的地方 有時候你就會可以看得到它 那如果我們人太緊張 不然很多海蛇 它其實看到你 它也不會理你 它就繼續做它的事情 你如果輕輕拿它 它也不會咬人 那老師是不是 顏色比較鮮豔的就是會有毒 那完全不準 那個對於蛇來講 以前圖鑑不發達 你就只好用這種鈣類式的 比如說三角形的頭 或者是顏色鮮豔 那個完全不準 全世界最危險的蛇 顏色都是非常的暗淡 都不怎麼樣 看起來都是完全不鮮豔 所以最簡單就是 趕快去買我的書 你就是把一些台灣的毒蛇 你就很快地把它認出來 其實它就是沒有毒的蛇 那東北角這邊 偶爾會出現一些蛇 偶爾會出現一些海蛇 但是它的數量就少很多了 不好意思 再請問老師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像有時候我們帶小孩 然後騎單車 經過那個河濱公園 那就會有那個蜥蜴 那個蜥蜴是 斯文豪是潘蜥嗎 這樣講很難講 因為機會可能不大 因為那邊比較可能是石籠子 或者是草蜥 你在騎單車的時候 串到草叢裡面 潘蜥它會比較在 譬如說樹幹上面 剛才我放的那個圖片那一種的 那它有時候會跟你做伏地挺身 如果你還遠遠的 它會跟你做伏地挺身 那如果想要去抓它來觀察的話 好抓嗎 它咬到會不會很痛 像那個您的小孩被它咬到 不會很痛 但是就是說 但是有些比較大隻的 咬到小孩子的皮很嫩 還是會流血 像我那個小孩就以為 潘蜥都沒有問題 後來跑去綠島 它也是這樣抓 被咬就流血了 不過還好 它就是表面傷 因為它那個牙齒 都不是真的那麼大 那我看它跑很快 跑很快 我們想要抓它的話 比較好的方式 老師 就是早晨 它還沒有曬很熱的時候 那時候它動作很慢 或者你如果潘蜥這一類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用吊的 你要做一個活套結 用那個魚線做活套結 然後魚線有點半透明 它不太會注意 它會注意到你而已 然後你慢慢套到它的頭 一拉起來就套到了 要不然就是要慢慢靠近 然後抓到它的尾巴 因為它尾巴不會斷 所以你抓到它的尾巴 就慢慢在壓它的脖子 他會不會繞過來咬你 他一定會想要咬你 那就是看水的技術好 不過咬到以後 因為它沒有毒 然後也不是真的那麼 所以其實也還有 你就是鎮定 然後它慢慢就會放 謝謝老師 謝謝 難得能夠上動物教室 有 還沒有 老師好 我是一般的社會人士 我姓蔡 那我想要就是 針對剛剛杜老師有講到說 為什麼台灣位居在這麼多 爬蟲類的一個環境裡面 可是我們的孩子 可能很多人像我的孩子就不會 那很多人呢 他們從小就很怕爬蟲類的東西 那我 因為我們有一年就是跟著先生到美國 去做這個就是交換學者嘛 那那一年我們就體驗到說 在美國的環境裡面 他們的圖書館在暑假的時候 都做些什麼呢 他們事實上他們安排了很多的這種 爬蟲類的一些生態教育 在圖書館裡面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孩子 他們暑假的時候 會到圖書館來參加活動 那他就能夠實際去摸到大龜 還有那種像那種爬蟲類 還有大蟒蛇 好幾公尺的大蟒蛇 他就帶到圖書館裡面來 所以我自己認為啦 我們台灣的圖書館呢 好像都沒有在做什麼主動的一些 科學教育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是認為說 是不是大學的生物系們 的老師們可以做這樣的計畫 申請這樣的計畫 讓這些生物系的學生 他們可能在圖書館的時候 就是說在暑假的時候 到圖書館去 以這種跟科技部做計畫的這種形態 到那邊去介紹 或者說跟動物園合作 讓他們去介紹 因為他們的孩子 從小就不會怕這些東西 那是因為他們從小有接觸 從小接觸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小孩就有非常清楚的案例 就是說他小時候 我們都會教他動物不可怕 所以他就不會害怕 後來因為忙 就一個朋友幫我帶 他是電機系的 後來領回來的時候 他連螞蟻都怕 後來我們又花了很多時間去 尋找他 才慢慢又不怕 所以這個從小的接觸 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從小要讓小孩子到大自然裡面去 然後從小圖書館提供像這樣的資源 這個國外也確實沒有錯 我們這個可能因為經費 還有各方面人才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是比較薄弱 但是不是沒有 譬如說台灣的兩爬協會 就是他就 我們那時候就很積極的到很多地方 去做這種兩爬的讓民眾觸摸 像這樣的活動 那個觸摸以後 那個效果就非常好 小孩子就不會怕了 那這個是國家都重視不重視的問題 因為這個都是錢的問題 所以就好像保育啊 好不容易才要到一點錢 可以做一點事情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我們也快到五點 那邊 OK 那邊兩位好 老師好 我是那個森林系的學生 然後我是想問杜老師說 就是像海蛇 它就是如果說可以之後發展到 可以去潛水這樣欣賞的話 那海蛇它的領域性就是 可能要怎麼樣去 在潛水的時候找到他們 然後怎樣設計這個活動 對 還有一個問題想講 陳老師 就是像有很常聽到說 櫻花溝穎的富裕 那像目前發展到什麼情況 是主要想請教這個問題 謝謝 好 那櫻花溝穎的富裕 我想台大林耀松老師 一向做相當多 現在有正義賢老師也接手了一段時間 就是說 事實上 其實櫻花溝穎的富裕就是 已經有學霸國家公益有專區了 所以 所以保育做到有管理 有專業人才 那現在已經至少 它是 學霸國家公益的責任區 所以至少有一群公務人員 不完全需要學者來投入 管理站或者是它 反養值的區域都有了 所以至少這邊已經把它制度化 而不是說學者接哪一年計畫才去做 現在已經相當制度化 所以這條魚倒是還 至少在政府的重視程度 是以一個國家公園的一個層級 不是某位教授的實驗室的層級 所以投注的能力跟經費跟關注度 其實是好的 那就是說 就是說現在 因為我們都是先救 先救了再來談細節 因為我們的知識面子 往往沒有跟得很快 就是說事實上 就是說我們都是先業客膜把它救 或者再回過來檢討 現在台灣其實還沒走到那麼發達 所以現在櫻花公共國也是先救在檢討 那再來檢討說將來 漆地怎麼樣改善 譬如說他們現在有一連串的策略 已經很進步了 以前是竹壩現在是敲壩 對不對 而且連水利的人都懂得要把壩敲掉 為什麼 因為大雨古時候就叫你要輸倒 對不對 你壩舔一停變成什麼 變成以前我們老師講的踢河 有沒有 平的垂直的 平的垂直的 河川的陡度就不見了 那河川的生命力在哪裡 火水 對不對 你家裡的魚缸為什麼要打氣機 因為水不會動嘛 那大自然為什麼溪流不需要打氣機 它溶氧會百分之百 因為它地形複雜 水撞來撞去 水花都出來了 那霸造成什麼 霸造成一段區域不打氣 對不對 一個土石流來霸填平 漆地全部不見了 所以你要讓河川自己去留 自己去挖生潭 自己去處理 那你把河川限制 你做一個霸叫做什麼 叫做早日填平 這樣各位懂嗎 填平之後它衝下一個大窟窿 水太大掉下來 那個大窟窿 大窟窿有什麼用 櫻花公園可以被切死幾段 對不對 那這條又活嗎 絕對死的啊 對不對 你從上面摔下來 櫻花公園上不上得去 對不對 除非我們把它抓上去 誰那麼的時間 對不對 它下下來就不會上去 所以現在漆地已經在打通了 大家觀念越來越清楚 越自然越好 人類說什麼生態工程 扯到工程兩個字就不生態了 我就講實話 那個是包裝成 偽裝成生態的工程 這樣各位懂嗎 以我用生態的角度出發 你只要用魚的角度來想 用生物的角度來想 那個才生態嘛 對不對 那你說 一隻青蛙或一隻烏龜 你那個三面光的 那個光一個水溝烏龜上的來嗎 不會嘛 對不對 那青蛙下蛋摔下去以後 確定青蛙上來來 對不對 就是我們都製造一些 非人性化的介面給它 對不對 那金門的水塌 你不要看水塌那麼多 它很可憐耶 為什麼 水塌的腳這麼短耶 那個旁邊的水泥護岸有多高 我跳下去我都上不來 何況水塌 水塌怎麼敢跳下去啊 所以你看金門那麼水塌 它好厲害 它找得到路下到河裡面去 我都佩服它 為什麼 它在那裡其實活得很痛苦啊 它要路很熟門熟路 它下去吃一條魚 它都找不到路下去啊 為什麼 它不小心跳下去 它不用上來 其實我們的生物活得很辛苦 我們沒有替它想 對啊 那所以 很多地方 你就再把東西敲掉 讓草長上來 水塌才有救啊 對不對 那你水塌有救 那個龜也有救啊 烏龜在裡面有也沒有 哪一隻烏龜有壁虎的這個吸盤 沒有嘛 對不對 鐵錠消失的嘛 對啊 那個海蛇齁 所以一定要專家帶 所以一定要跟我騎士才可以找得到 沒有 我們已經知道海蛇它晚上喜歡在什麼地方 所以這也是我們做出來以後 滿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已經抓得住海蛇它晚上 它需要淡水 所以只有特定的區域它晚上會到那邊 那我也是到了琉球那邊去跟 我被邀請到京都大學去嘛 那京都大學一個老師 他很喜歡做蛇的行為 他就問我說你怎麼找到海蛇 大海茫茫 我說我大概知道它晚上會去哪裡 他就不相信 然後我們就去找那個日本的地圖 石煙島 先用地圓判哪些地方晚上可能會有海蛇 因為它需要淡水 然後需要珊瑚礁 高位珊瑚礁 然後我們白天再去看的時候 那個晚上可以去 幾乎都被我們命中 而且一個地方大概出了 出現了大概上百隻以上的海蛇 然後這個日本教授高興的要死 他就一直照相 然後我後來問他寫生說怎麼還不走 他老闆怎麼還不走 他說他老闆的夢想 是要看到一群蛇在他面前出現 所以我竟然一不小心就完成了一個人的夢想 好 剛才還有這邊有一位 三位教授您好 我是來自南湖高中的余洪瑞 今年剛畢業 我想請問兩個教授一個問題 就是生態攝影 就是老師你們拍那麼漂亮的照片 請問是用什麼方法拍的 用什麼方法拍的 你先回答 用什麼方法用你的耐心 我跟你講就是說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真的跟我們水下比較辛苦 我們還要有防水相機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不用買你到我實驗室借就好了 因為太貴了 因為那個殼比相機貴兩倍 這樣懂嗎 假如你有一台 你控大概是十萬 一台大概五六萬的相機 殼大概就是十萬塊 所以你不用花那個冤枉錢 那我們水下比較麻煩 一定要防水相機的殼 所以非常的笨重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 你做一個 用魚缸自己去模擬造景 那你可以拍幾萬張都可以 把魚請回家拍 那當然一話說 我不會讓你請回去 對不對 你只能請這些非保育類的 可以自己在家裡面DIY 把它布景布完 然後你自己用最好的相機 最好的閃光燈隨你拍 那我一個朋友就是這麼用心拍 他都是拍了幾萬張才挑三張給我 那你說他拍得不好嗎 拍到日本人舌頭都吐出來 為什麼 我說日本人拜託你舌頭不要吐出來 那個是沙龍罩 那個不是生態罩 生態罩超難拍的 他連魚的臉上幾顆青春痘都拍出來 你就知道 剛才我給各位看青春痘 我用畫的對不對 他拍得出來 那這個就是叫做四個字 叫做走火入魔 那你如果到走火入魔程度 我就不用教你了 那其實不管是科學或攝影 他一定要兩個字叫執著 換一個比較不雅的字叫做瘋子 你有沒有有興趣到很瘋狂的投入 任何的就是要有那個執著跟瘋狂 那攝影也是啊 我不是拍得最好 但是我有一群拍得很好的朋友 他整天希望我跟他們合作去拍 那我一直不希望 他們一直希望我給他魚拍 但是我是反過來 我是要把他拉下水拍 我們兩個還在拉扯 快要妥協了 因為他不會游泳 我是整天泡在水裡的 我其實有一些很棒的 我現在連海洋都在拍 那其實我們過一次會有記者會 各位有些淡水魚其實 他叫做淡水魚 其實他成魚的時候是珊瑚礁魚類 我們有一個全世界唯一的 銀紋底雕在繁殖 昂哲各位知道這麼大 對不對 他小時候是淡水魚 那全世界當然沒有人知道昂哲在哪裡生 被我拍到了 我們去潛水找到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昂哲大概都這麼大隻 有一百多隻 整群的在繁殖 我給國家公園看了 他們到底口水都流出來 我說這種地方我們不能講 但是我們會把它報導這件事情 所以說整個保育 你看為了一隻我們 蔡奇亞買得到的昂哲 我們保育就要從什麼 從我們的紅樹林河口一直保育到珊瑚礁 這條魚才會活 這條魚是我看過夠高拐的魚 對不對 什麼棲地他都去 小時候要在淡水 然後在河口 然後又要我們的台灣海峽 最後永渡台灣海峽 到澎湖的幾個小島去生 又進珊瑚礁了 保育這條魚的門檻高不高 因為人家都還沒有了解他生活史 最後在哪裡殘亂 那我們最近抓到一些訊息 陳老師講的差不多是重點 就是要很有耐心 然後要有那個熱情 然後就是看你要不要 因為如果真正的生態照 他就是在很天然的環境下面 要去慢慢跟他耗 像我們蛇要拍他吐出舌頭 也是要慢慢等 要稍微騙他一下 然後他可能吐舌頭 但是你吐完舌頭 你快門沒有按下去 現在已經很容易 因為現在都是數位的 所以就是像你可以按很多 我們以前是底片 按很多就很好險 現在數位的完全不怕按很多 偏偏按 偏偏按就會按到對的 當然慢慢你的周邊設備也要開始變好 有很多人 台灣已經現在有很多人在做這個動作 臉書上也有人在討論這些 像那個有些鳥類現在拍鳥的很多 到底那個鳥是騙來的不自然的拍法 還是真正的生態照 那這裡面開始有一些道德的論戰 那就是也比較維護 他就是完全不用這種騙的 用這些他就是完全自然 那個就會超級辛苦 不那麼講究了就稍微騙一下 就 講到這個 剛好提到這個話題 我差不多在三四個月前 也是偶然的機會 發現說國外 例如說美國 他們有這種老鷹的camera OK 就是Ego Cam 就是直接在那個槽上面 那個窩上面 這樣子 二四小時不斷的讓你看 這個真的是好像對現在來講 很有療癒的功能 就好像我們有時候在家裡擺個 那種電視魚缸一樣 你就 那結果台灣也有 因為有鳳頭蒼蠅在我們 台大跟那個 民藏國小旁邊 那當然那個 大概就比較短一點 因為老鷹小一點的話 你沒辦法看三四個月 你大概就是一個月可能就飛走了 可是真的是會上癮的 會著迷的 就是你看見說這個 他們這個整個的親子的互動 然後這個裡頭怎麼樣子 非常非常有趣 但那個就是已經是比較大眾化的 不是這種特別困難的這種生態 可是也屬於生態攝影 也屬於嘛 只是它就是影片二四小時在 但是你那個相機架在哪裡是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干擾到那個鳥本身 對對對 尤其是他們也注意到 例如說是晚上 因為二四小時他要用紅外 紅外的 距離的問題 就是老鷹是看不到的 還是一樣是很黑一片 但是人類看得到 所以就有點像是我們以前看那個實景秀 有沒有 實景秀 就是變成說是老鷹實景秀 除了老鷹 你可以想像有一大堆這個就可以做 也是因為現代科技的關係 對對對 而且這個已經顯然是 器材也不是很貴 你就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娛樂 變成是娛樂 真的是 我真的是上癮的 所以我們那個CASE的網站 我要請我們同仁 把台大名傳 我說就在我們台大內部嘛 就是 但現在已經飛走了 可是在那段時間 就看見說怎麼樣子餵食啊 然後我才知道 只要是野生動物 永遠在危險之中 因為它那些老鷹 你看看它每天要餵食這個 大概都是要抓 比如說最容易的 抓例如說是鴿子或者說 你知道 因為老鷹它能夠 你看有什麼 穩定的這個食物來源 食物來源 那所以我們有時候看我們這個 旁邊聚樂壺 這個鴿子好像就是都很優雅 其實它是很有可能 因為你這個老鷹 你餵食下來幾個月 你去看看說是 我們台大附近這個自然環境裡頭 就有幾百隻小 就是說這些比較小的這個鳥 是被吃掉了 所以其實野外永遠 它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在動物園裡頭 我的意思說這個是 我看了才感受到說 只要是在野外 都是危險的 絕對不是說 因為你平常看不到 你以為說 一切都是這麼安詳的 平和的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Anyway 我們今天這個 五點要結束 你看超時這個 我們的處理 提醒我太 OK 我們這一學期的科學史沙龍活動 就今天算是最後一場 如果 我還要再算一場的話 就是這個禮拜天 7月3號下午 這個丁兆中在台大物理系的 國際會議廳的演講 也歡迎大家 這個 如果有時間 來聽講 那 接下來就是要大家過暑假 然後 秋季開始 我們會有新的 這個科學沙龍的活動 那 今天的活動就到此為止 我們是不是最後 還是以熱烈掌聲 感謝兩位老師 來跟我們講個有趣的話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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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